玩游戏滑脸书 现在的人急不离手 手机已经成为日常生活中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工作 生活 信用卡密码 任何资讯都能存在手机里 万一不小心遗失 可就麻烦了 你可以远端把它清除 那你设定好远端清除之后呢 它只要这个手机在开机之后 连上网路之后呢 它手机就会自动把里面资料全部删掉 远端删除分为两种 苹果的iOS系统先用手机或电脑 登入绑定的apple账号 再开启寻找的app把资料删除 而安卓系统先登入google账号 从设定启用锁定并清除的功能 以上步骤完成后 当手机再次连上网 个人资料就会自动删除 基本上你设难点的话 基本上手机就是不会被破解 那手机基本上它就是会保障 你的手机里面的资料的安全性 法律规定捡到东西送到警局 六个月内没有人领回 失货者就可以把遗失物拿走 个资跟私密就会被他人合法取得 外线的几率也大大增加 因此密码设定跟清除资料设定格外重要 也有人提出疑虑 警方把含有个资的手机交给失货者 有没有违反个资保护法 法务部说明遗失物如果包含个人资料 应该先移除再交出去 以防个资外线 但警方要把上锁手机格式化 根本没有这笔破解密码的预算 目前警政署还在研议 建议民众还是设定好高难度的密码 保住个人资讯以防万一 三地新闻 娱乐情 十万以台北三方报道